哈囉大家好 我是元寶 今天我要來做的主題就是大家 已經催我催很久的 關於我的50個問題 但是呢我今天想要用的 比較不一樣我今天請到了 我的特別來賓 還是不要露臉好了 因為他現在整個大背光 因為我是正光他是逆光 他來快問快答我50個問題 我基本上完全沒有看到那個問題 所以等一下就是一個非常臨場的反應 請問一下老師你還有什麼要講的嗎 就幻想你自己是 Gigi Hadid或者是 Taylor Swift在做Vogue的訪問 準備好了嗎? 今年有什麼目標想完成嗎? 今年我希望可以 再瘦個大概 五公斤 星座是什麼? 除了彭于晏我老公之外 第一名的男明星是誰? 哈囉 首先彭于晏是我老公 論才華的話 我還蠻喜歡蕭敬騰的 但也沒有到非常愛 最喜歡的品牌是? 最喜歡的品牌 我覺得Celine 最想念台灣的什麼食物? Oh my god 米粉湯 鱔魚麵 是我直言 好 請用三個形容詞 形容你的理想性 安全感 負責任 愛我 只有一個形容詞 好 Anyway 如果你現在可以做任何事 你會做什麼? 就是你可以做Anything 你可以 飛到外太空或是 到內子宮 不行 好失控喔 我覺得我應該會 飛回台灣吧 好 好想家 去星巴克的go to飲料是? Double shots are nice Oh Starbuck style 來紐約之後生活最大的改變是? 自己一個人住 請以麥當勞的雞塊為主題 即興rap一段 嗯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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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DJ元寶 DJ元寶 今天來吃雞塊 六塊雞塊 六塊不夠 七塊八塊 九塊 十塊 十塊 二十塊 二十塊採購 我愛麥克雞塊 麥當勞都失 維尼 最大的 最大的 最大 最容易引起你生氣的事情 最討厭別人做什麼事? 最討厭別人做 嗯 就是說 都不揪我 就是這個 我很容易被這個 就想說 不會自己講要去喔 沈玉玲和董事神 選一個一起走後半輩子 天啊 我覺得沈玉玲 他其實是蠻有內涵的一個人 請預測今年夏天的Fashion Trend 呃 我覺得 格紋吧 就是那種 就是灰色格紋的西裝外套還是很流行 今年你的頻道打算有什麼改變嗎? 我希望可以多一點就是在 介紹美妝的部分 因為以前有點太屁話了 我自己覺得 然後我想要嘗試美食 就吃美食 介紹美食 介紹紐約美食 你寧願吃雞塊或者是卡拉麻利 哦 你就是你一生只能吃雞塊或者是卡拉麻利 你要去哪一個 嗯 雞塊 卡拉麻利是炸花枝 對 跟辣 普遍在這 四寶裡面最容易生氣的是誰 啊 我 元寶 我就是吃元寶 那2017年妳做過最後回的事情是什麼 嗯 我覺得是那個時候就是 申請考試的時候沒有很認真 就我應該要再認真一點 我就可以在更短的時間內出國 為男生做過最浪漫的事情是 沒有欸 我也沒有為人家做過便當什麼之類的 完全沒有 請模仿唐力氣 嗯 那個門 那個門 應該是風吧 應該是冷氣吧 處女座又醜又胖 可以嗎 如果可以改變身上任何一個地方 妳最不滿意的是哪 很多欸我的天啊 下半身肥胖吧 遇過粉絲說過對妳說過最詭異的話 或是最討厭的話 說我的發音不標準 英文發音 妳有什麼secret talent secret talent 我可以嘗到任何味道 我媽有一次煮那個青薑菜 然後我就說怎麼會有芹菜的味道 她說因為她把青薑菜跟芹菜放在一起冰 好厲害 是不是 燈 如果你今天變成男生一天 妳會想做什麼事 其實我還蠻享受當女生的耶 但是我應該就會跟就是 一些女明星看可不可以交往或約會吧 來紐約快半年了 妳自認為最大的改變 最大的改變就是 現在用英文order可以很順 請對多年來支持妳的粉絲講到好 感謝大家對元寶的支持 現在頻道已經將近快要一萬人訂閱了 真的很感謝 然後如果沒有你們的話 就沒有這個頻道 希望大家之後可以繼續支持元寶的頻道 我會闡述更多更有品質的影片 如果你今天被放逐到一個小島上 你一定要帶著三樣物品吃 嗯 手機 錢包 悠悠卡 帶悠悠卡幹嘛 手機錢包鑰匙吧 因為我要回家 延續上題如果你只能帶一位朋友 你會帶誰 Kevin 因為他是我前面 請說出自己的一個秘密 而且是粉絲不知道的 秘密 我還蠻喜歡放屁的 好 前面的我問你的人傻眼 想說你也太誠實了吧 對不對 想說我跟妳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以下的問題是整理各粉絲 OK 的部分 好 最喜歡的外國團體是哪一個 請唱出他們最有名的歌的副歌 讓小粉粉猜猜 Look how they shine for you 差不多了 I don't know the things you do and it was all yellow Hello 和伊娃怎麼認識的 我們是國小同學 然後高中的時候一起玩熱音社 所以就變得很熟 請問訓練英文口說和聽力的做法是 就是不要害怕那個失敗就是一直講 就是很搞的 聽力的話我個人是很喜歡看美國影集 申請研究所需要準備哪些考試 我是商科的話就是托福跟GMAT 然後如果是理科的就是托福跟GRE 請問妳的fashion icon是誰 GG Hadid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她是很自然的人 她也不會刻意的就是要掩飾她什麼 然後走出來就很有氣勢 然後她的美又跟一般人不太一樣 厚切女...厚片女孩 厚切牛肉 厚切牛排 厚片女孩該如何提升自信 這個我覺得自信方面真的很難 但是我這樣講你們會覺得很老套 我覺得就是穿好衣服之後就是勇敢走出去 然後不要管人家在想什麼 但這很難 請分享妳的年紀身高體重生效血型進去部署 這是一題嗎 等一下年紀 我今年26歲 然後今年5月就27歲了 身高 身高170 體重 體重78公斤 生效 生效屬陽 血型 血型 歐型 近視度數 近視度數 650吧 然後有散光 一邊好像175 一邊125 What 如果有一天 妳男友跟妳媽掉到水裡 妳又就有誰 媽媽 媽如果妳在看的話 我當然救妳啊 妳是讀哪一所大學以及大學做過最瘋狂的事情 我是讀那個國立政治大學 然後大學時候做過最瘋狂的事情 應該就是跟朋友就是去夜衝 就是跨年的時候去夜衝衝 晚上一路這樣子玩玩玩到早上 然後在途中在騎車的時候 就我們大概八輛車 然後有一台車 就是因為我們周背移 然後有一台車差點 就是要差 就是要撞山壁 然後我們後面接在他後面的車都有點小的驚嚇到 然後 怎麼會想要念FETA and LX 因為我 大學讀統計 然後 畢業之後就到銀行做資料分析的類似工作 然後我就發現 欸蠻喜歡的 然後但是我覺得 好像應該可以再提升一點自己的 在 程式 跟用電腦去分析的能力 所以我就決定要來讀這個 網路上很多網友說你的脾氣很好 請問你在最近一次發脾氣的原因是什麼 發脾氣喔 我覺得我是那種就是生氣就會無言不講話的 但我覺得最近一次生氣應該是對夾克松 但我有點忘記到底是什麼原因 但我蠻容易對他生氣的 工作壓力大的時候請問如何調適 我在台灣的時候會運動 然後喜歡聽音樂 然後會放空看那個綜藝節目 投入職場前 你覺得該具備的專業能力有什麼 其實我覺得 就是除了你的所學方面 我覺得那個 就是與人溝通還有應對進退的能力 在職場上 就是比專業還要更重要 就是你有的時候做人還是要稍微虛假一點 然後會懂得跟老闆 然後上司跟同事兼客套 工作最討厭遇到什麼事情 工作最討厭就是別人一直拖事情 因為我是一個很急性子的人 我希望就是今天的事情 就是今天可以把它做完 就在工作上啦 私底下還好 然後但是在工作上很多人愛拖事情 所以我是那種會奪命連環摳同事 網友都說你的皮膚總是這麼好 請問你的morning routine是什麼 morning routine 我早上的時候不洗臉 就是我只會用清水洗臉 我覺得這還蠻重要的 因為我很乾 然後我就是每一步都會非常的用心 就是化妝水 精華液乳液眼霜都不會錯過 然後有的時候會敷早安面膜 我之前有介紹過 大學的GPA重不重要 看你要不要念研究所吧 要念研究所我覺得 好像是在申請研究所的時候會看一下 然後工作如果在台灣找工作的話 基本上我那時候找的時候 我老闆好像不太看GPA 請問你可以拍一個如何申請研究所的影片嗎 可以啊 之後如果大家想要的話 我會就是集結一些我在紐約這邊念書的一些 就是因為我是念商科 所以我想要另外一些領域的人 就是一起集結來拍一個就是綜合的影片 這樣大家可以同時獲取比較多知識 有一個網友說他是很內向的人 他說想要知道怎麼結交新朋友 不要害怕跟別人聊天 有的時候你可能覺得快要句點的時候 你腦子裡面就可以想一下新的問題這樣子 站在他的立場去想他比較想要聽到一些什麼話吧 有人說 像阿滴都有幫他的粉絲群名叫滴滴 那 小滴 小滴對不起 滴滴 滴滴請你幫你的粉絲群名字吧 我都叫他們觀眾朋友或網友朋友 但我覺得這樣有點疏遠齁 非常 那就叫圓 金圓寶 沒關係圓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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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叫圓圓寶寶 請大家在下面留言 對 拜託給我一點那個啟發 請推薦你最愛的三個服飾品牌 大家想知道 衣服店嗎 我來 我最近在紐約還蠻喜歡 UNIQLO 我覺得質感好 然後平價 然後不然 Burshka我也覺得蠻不錯 就是平價 然後 稍微比較豐富 風格比較豐富 然後 MOBO吧 我真的覺得我穿MOBO的衣服 而且EVA跟很多我的家人也說我穿MOGO的衣服特別適合 不知道為什麼 最喜歡的顏色是 我覺得綠色跟黃色沒辦法割捨 我要給兩個人 綠色跟黃色 最後一個問題 請分享一個會嚇死2300萬粉絲的不為人質的怪癖 除了會放屁之外 我剛剛已經把我的怪癖講完了 就是會放屁 我蠻愛挖鼻屎的 就是我時不時 就是會不自覺的這樣子 稍微摳一下鼻孔 因為我就覺得這邊會癢癢的 還有什麼怪癖啊 我實在想不到 你覺得 你覺得 我有什麼怪癖 你的怪癖 他很常自演自己 喔對 我超常自演自己 就是比如說他們不理我的時候 我就問他們一個問題說 比如說今天要吃什麼 然後他們不理我 我就說好不好好不好 沒關係啊 你們都不要理我沒關係啊 就是類似這樣 就很像神經病 但是我就是希望可以吸引到他們 就是回答我這一題問題 今天是一個非常快速的快問快答 但是我覺得時間好像也蠻長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獲得質疑想知道問題的答案 有什麼問題可以在 還有什麼我沒有回答過問題可以留在下面 喜歡這支影片也不要忘記給我一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nstagram還有Facebook的粉絲專頁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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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